为了让更多乡亲共同来了解原住民使用植物染的方法 然后传承这些先人的智慧 新理想公所特别在罗纳村的原住民文化馆 开办植物染的课程 透过这次的课程了解原来原住民早期就是用这种植物来做染布 所以我感觉收益良多的 对是有点淡粉红但是还可以接受 老师还不错啦 老师说煮得越久原色就会越深 我的心得是感觉很不错 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红人 很多都是外地人来 有的他们本身也在做染布这个工作 只是燃料不同 做法也差不多 所以很多其实广义发现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做染布 材料啦都很好 所以下一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能想用红龙果也不错这个题材 而这次的课程使用的是传统的染布植物 鼠狼来做教学 吸引很多非原住民的民众转成前来学习 看到染好的成品 大家忍不住感到很神奇 以外也有满满的成就感 做的是用传统的植物 鼠狼来做染布 然后给学学员他们知道 以前他们如何用这些植物 然后去做一些植物 染线或是染布 然后让我们来在每一个生活中 有多一点的色彩 跟多一点的物品 然后让他们染这些 我们今天是染衣服 然后让这些衣服 染完之后让他们带回去 然后对这次的活动 跟这次的课程有更深的印象 先认纯文才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 来传承原住民染布文化 就是我们先民 在制作衣服或者是做一些布料 一些染色的一些植物的提炼 还有制作 那借着这个课程 也希望说我们主线的一些知识 对染布的这些知识 能够传承下来 那我希望我们学研 能够在这一段学习的课程期间 能够用心 把我们民住民的传统的 染色的染布的这些技术 还有原料的技术 能够学习的 能够刚刚好 也能够完成 早期都是利用植物染来进行染色 利用天然的材料来制作成设计 全议员也希望借此来传承 传统染布文化 接着邱平毅 谢宜湘采访报道